看一下第三张投影片 美妙的音乐 然后呢 它说要在左侧 插入一个什么呢 按左侧哪里它没讲 不过就是一个先加进来之后 再去调整大小 跟高跟宽 另外的话呢 当然就调整它的位置 位置水平 跟垂直的位置 然后替代文字的话 加一个声音 当按下滑鼠的时候呢 有鼓掌的声音 大概就是这些动作 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们怎么样增加一个所谓的 动作按钮 动作按钮的位置基本上 第一个先在左边 所以那怎么样加动作按钮 特别注意它的位置是在 一样 刚刚是插入音讯 不过现在是插入一个 特别注意 它的位置是在图案 图案里面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要是一个声音 所以图案里面的哪些是动作按钮 请各位注意一下最下方 最下方这些呢 就是所谓的动作按钮 那其中的话会有一个是声音的图示 就在这里 所以你就直接什么 找到这个图案 插入图案里面的最下方会有个声音 那点选它之后的话 你就先大概在左边的地方拖拉一个适当的大小 这个时候呢 它会跳出这个一个动作设定的画面 那这个画面呢 就是当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 那题目里面呢 它是要我们当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我们要能够怎么样 要有一个所谓的那个鼓掌的声音出现 所以当按下滑鼠可以播放那个鼓掌 那我们把这个不过预设就鼓掌 所以这个地方不用改 然后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第一个动作 OK那这个时候当你按下它的话 一定会有个鼓掌的声音 OK这个是所谓的动作按钮 那第二个的话呢 它的宽 它的再来调整什么 它的高1.98 2.58 高跟宽 然后位置的话 5.75 13.5 所以分别再把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调整 我们先把那个 它的大小部分先调整 那大小按右键 前面有讲过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把高度调整成那个1.98 宽的话呢 它2.58 所以你就2.58 OK把这个宽跟高分别调整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然后它的宽跟高调整好 再来的话呢 位置 那位置呢 题目里面呢 它要我们是 5.75跟13.5 所以你就分别把 5.75 然后13.5 分别把它输入上去 OK 输入完毕之后的话 它位置就对了 所以你再确认一下 这个位置 然后 这个地方 最后有个替代文字 替代文字要声音 所以替代文在这里 你就把那个 描述部分呢 打上声音 这样的话就完成 声音部分 OK 好 那按关闭 所以做出来 大概长这样子 你把它预览一下 按一下它 如果有个声音 那这个地方就完成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播放声音的一个按钮 那再来的话呢 第四张投影片 完结篇 按一下 再看一次按钮 所以有个按钮叫再看一次 可以跳至什么呢 第一张投影片 并播放鼓掌声 所以两个都按下它之后 可以什么 跳至哪里 第一张 并播放鼓掌 这效果要怎么做呢 我们先切到最后一张 再看一次 那你会发现 预设它 它要怎么去做那个设定 请特别注意呢 刚刚讲的 比如说按下它 前面是从动画去执行 不过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不是做动画 而是做什么呢 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就是 我们可以从那个点选它之后 请你找到插入 这边有个所谓的动作 因为我要让它跳到第一张投影片的话 那请特别注意 请你找到插入一个什么呢 一个动作 当然其实你如果用超连接 其实也可以 你可以连接到第一张投影片 不过动作其实 少了一个就是声音部分 所以请各位 找到动作 再来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动作设定呢 跟刚刚那个按钮 其实还蛮像的 那里面的话呢 会有什么 当按下滑鼠的时候 要做什么 跳到 第一张投影片 这边有个第一张投影片 OK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第一个就玩 第二的话 播放声音 什么声音呢 鼓掌的声音 所以你把那个鼓掌声音找到 基本上的话呢 鼓掌声音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呢 我刚刚做的 就是第四张投影片里面 它要我们做的是 插入一个动作 里面的话呢 其实做两件事 一个是这个 跳到第一张 并且鼓掌 按下确定 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完成了 所以你就把它预览一下 这边有个 推面放映 放映之后 按下它看看 它会不会什么 跳到第一张并且鼓掌 鼓掌 那又从头开始播放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我们的第四题部分 那第五题的话 跟第六题 待会再来看好了 那第五题 也是第四张投影片 要做一个什么呢 终点 然后做这些设定 其实这些设定 跟刚刚还蛮像的 最后 投影片的播放方式 用手动的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第五跟第六 其实跟刚刚蛮像的 第一个就是 一样插入那个动作按钮 叫终点 然后设定它的高度跟宽度 还有位置 另外 替代文字打一下 再来就是那个 不用声音 不过是结束放音 按下去结束放音 所以做的方式 就是一 我这边把它删掉 重来一次 那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插入一个什么呢 一样是 按图案 图案里面的话呢 找到一个终点 那哪一个是终点 其实就是第四个 有没有放上去 它会显示出来 把它拖拉一下 OK 那再来的话 要做什么 这个地方跳字 记得是结束放音 也就按下它 本来预设好像是最后一张 不过这边把它改成 结束放音 按确定就可以 那也就是说你把它播放之后 你按下它 它就怎么样 直接就结束掉了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一个 最后的结束 那再来按右键 大小及位置 我想各位这个 自己再去看一下题目 大小位置 小一下 那位置也是一样 自己再把它调整一下 那个题目的 那替代文字的话 这边只是顶多打一个 所谓的终点 把那个两个字给 给输入上去 输入到那个 替代文字按关闭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 这个按钮 那再来最后还有一题是 那个第六 放映 全部投影片 那放映的类型 是由观众自行浏览 可以手动换页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修改 那个投影片的播放方式 特别注意 你可以从那个投影片放映 里面找到有叫 设定投影片放映 所以这边有一个设定 里面的话 请你把它改成 原来一般习惯上是由 演讲者 这个这个简报 是一个全萤幕 不过因为是观众自行浏览 它会有刮糊视窗 你选这一个 其实选这个就完成了 按个确定 那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最大的差别 一个是全萤幕 一个是什么呢 视窗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把它移动 它会是一个视窗 那如果你没有修改这个 它不会是一个视窗 它会是全萤幕 你没有办法去移动 它的视窗 那你比如说可以 把它结束 或者让它播放的时候 这个播放的时候 它可以再一次 然后这个地方 当然会有声音 下一步 这个动画会不会出来 OK 那当然考试的时候 如果考到这一题 当然我会一个一个去确认 如果那个效果出现的话 那表示你这一题应该没问题 下一个 然后这边的话 应该是鼓掌的声音 下一个 再看一次 又来了 下一个下一个 那这个是结束 OK 好 那请各位把这一题 试着完成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